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 今天要给大家安领一部科幻片 超人高校 威尔的父母都是英雄超人 而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 自然呢也是被赋予了厚望 就这样威尔被送进太空上的超人学校 在学校里啊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超能力 开学当天 威尔遇到小花便对他一见钟情 而学校呢有一个规定 就是按照学生的能力 来划分英雄组和助手组 没有超能力的威尔自然被分到了助手组 而娜娜是因抱怨不公平 于是被分到助手组 回家后威尔本想告诉父母 自己没有超能力 却被父亲带进了秘密基地 了解所有武器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的威尔决定隐瞒 有一天威尔带着助手组的同学来家里玩 生气的父亲当场就很不高兴 无奈的威尔只好实话实说 可是父亲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也是因为威尔是助手组的 因此英雄组的同学常常欺负他 有天被捉弄的威尔 无意惹怒了同学 就在对方疯狂地对他输出时 威尔也突然被激发了潜能 也因此被分到英雄组学习 不料他还和小花成为了同桌 渐渐的两人还谈起了恋爱 在小花的请求下 威尔在家举行了派对 就当她带着小花进入父亲的密室时 小花想方设法偷走了一样武器 这时娜娜来到威尔家 而小花却趁着威尔不在而借机挑拨 当威尔知道后就向小花提出了分手 在学校舞会当天 小花变身反派 还拿着从威尔家偷出来的武器 把超人变成婴儿 无意间发现小花的真实身份后 威尔立刻赶去学校阻止 就在打斗的过程当中 威尔意外获得了飞行的能力 最后成功地打败了小花 最终威尔成为了超人学校的超级英雄 每个人身上都有无限的潜能 只是需要我们耐心地去挖掘 好了 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 会点赞评论关注哦